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嘴今天为您带来的精彩视频 1956年12月,吕良伟出生在越南,第一岸家里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和两个弟弟 他排行老三,父亲本来是个话剧演员 为了讨生活,从广东连江跑到广西,把一家人安顿在东兴后,独自跑到越南做生意 待一切稳定后,才把一家老小接到越南 1967年,战争全面爆发,父亲宣布要全家搬到香港去 那里有一个叔叔开工厂,父亲借卖了所有的家产 安排妥当后,带着一家老小,轻装撤离 开往香港的航班渐渐启动,那里充满了未知与机遇 出到香港,让吕良伟很不习惯 在越南有车有佣人 到香港之后,全家人急在一个很小的房间里睡 后来,父亲又拿出积蓄给吕良伟找了一所好一点的学校 尽管再苦,父亲也不会让孩子没有书读 忽然某天,吕良伟和两个弟弟都发现了一个问题 家里的饭菜不知什么时候起,一天不如一天 于是吕良伟就决定出去找工作,由弟弟们帮忙瞒着 而他也很聪明,才不到半天就找到了一份洗盘子的工作 那天他的手被水泡得发白皮皱,只赚了八块钱 1973年,吕良伟向学校递交了自己的退学申请 因为母亲身患绝症,再加上父亲所在的工厂不太景气 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他不得不终止学业 就这样吕良伟成了一名流水线上的工人 进入工厂后,吕良伟勤勤恳恳一直干到了21岁 直到有一天,父亲拿来一张电视台招艺人的海报 1977年7月,吕良伟的父亲骑着自行车 向他载到了无线电台的大楼前 让他自己进去考试 就这样,吕良伟在面试的时候唱了一首 打了一套没有名字的拳,就完成了考试 一个月之后,无线电视台的录取通知 寄到了家里,和他同一届的兄弟班成员 有陈玉莲、廖伟洪等人 1978年,从毕业班毕业的吕良伟 正式开始他的龙套生涯 同年,在郑少秋赵雅芝主演的电视剧 《大亨》里饰演一个记者 可是就在这时候,吕良伟的母亲去世了 他始终没能看到自己儿子在电视里的表演 1979年,由周润发 廖伟洪和郑玉玲主演的电视剧 《网中人》正式开拍 吕良伟在里面饰演一个劫匪 在一场戏中,他被对手演员打破脑袋 这部剧的监制 赵正强、心想后面的大部分戏份 都有这个小子 进度肯定要往后拖了 到时候怎么向上面交差 可是没有想到 吕良伟去医院缝了几针后 又跑回了剧组 吕良伟这一个举动等于是帮了赵正强一把 当时他就决定自己的下一部电视剧 《上海滩的丁丽》就适合这个小子来演 1980年3月 《上海滩》已经播出火遍东南亚地区 这部从开拍到播出仅仅不到五个月的电视剧 据说在当时引起了万人空巷的盛况 而吕良伟也凭借此剧声名大噪 丁丽这个称呼自此成了她的光环 1985年 当时有一个女生在港节比赛中落选 可是她青春的美貌征服了无数的观众 因此被称为最美落选港节 那个女孩就是周海妹 那一年无限要拍一部名叫小岛风云的电视剧 按照公司老人带新人的传统 于是就把吕良伟和周海妹安排在了一起 进入化妆间 初见周海妹的吕良伟一下子陷了进去 她觉得自己的爱情来了 在拍摄期间 吕良伟对周海妹展开了追求 那个时候每天拍戏都拍得很晚 她就借着这个理由送周海妹回家 有时候收工早了 吕良伟又请她一起去看电影 并借此表明了自己的心意 一直到电视剧杀青的时候 周海妹终于答应做她的女朋友 在一起两年后 吕良伟和周海妹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婚礼在拉斯维加斯举行 由于两人都是在事业奋斗期 出于各方面的考虑 两人决定暂时不对外宣布已婚的消息 于是周海妹搬进了吕良伟的家里 而两人的感情也在地下维持着 可是结婚后吕良伟才发现 这段婚姻根本不像她想象中的那样 当时22岁的周海妹 完全像一个小女孩 根本还没有做好当妻子的准备 每天收工回来还要追剧 而吕良伟则希望她能够当个贤妻良母 在家孝顺自己的老爸 可周海妹哪里肯妥协 一来二去 两人才发觉彼此并不合适 久而久之感情也随着争吵变淡了 后来有一天两人和和气气 坐下来谈离婚 但是要跑一趟拉斯维加斯 又觉得麻烦 于是周海妹就问她 你目前有没有结婚的对象啊 吕良伟说没有啊 周海妹说我也没有 那就先这样保持吧 出国离婚太麻烦了 等那天有对象了 我们再去办手续 吕良伟觉得大家事业都这么忙 而且自己也差不多要离开无限了 这个办法倒不错 于是欣然答应 1989年 周海妹在爱情穿越剧 回到未嫁时的拍摄期间 认识了黎明 一来二去 两人互有好感 很快就在一起了 于是周海妹和吕良伟去办离婚手续 这时候他们才惊奇地发现 原来在拉斯维加斯结婚 其他地方根本不承认 1989年和周海妹正式离婚后 吕良伟和吴县的合约也到期了 她没有再续约 也没有加入任何公司 而是选择当一名独立的艺人 本以为会陷入一段困难的时期 谁知道这才是她的开始 1990年 麦当休打电话给吕良伟 神秘兮兮地对她说道 有个角色 敢不敢来尝试 吕良伟不解 一个角色而已 有什么敢不敢的 没多考虑她就答应了 后来去试镜才知道 原来要出演的这个角色是颇豪 这让吕良伟非常兴奋 颇豪可是一个大人物 那自己不就是主角 可吕良伟不知道的是 本来因颇豪这个角色的人选 不止她一个 另外一个因为害怕而不敢接 所以只好选她了 一直到开工 吕良伟还被蒙在鼓里 因为整个拍摄过程 都是在秘密的进行 不敢公开 也不敢透露 一点消息出去 最主要的是 没有开拍之前 麦当雄曾去请示过吴希豪 可是却遭到了对方的拒绝 对于颇豪这部电影 吕良伟可以说是冒了很大的风险 拍摄完毕后 麦当雄去把这部片子 先给吴希豪的家人看 吴希豪的家人看过后 说安排他们见面 可是麦当雄不敢一个人去 于是拉着吕良伟一起去 由他来谈 那时候还在里面采缝纫机的吴希豪 一出来那个气场就把他们两个给震慑住了 吕良伟一见他出来 站起来鞠了鞠躬 好哥你好 谁知吴希豪根本不理他 麦当雄见状暗道不妙 站起来小心翼翼的说出了缘由 吴先生你好 事情是这样的 吴希豪想了片刻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你给我五十万 带我把这笔钱全部捐给慈善机构 然后把那个单子给我就行了 破豪的播出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也让吕良伟再次翻红 并且打开了香港传记电影的热潮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吕良伟先后揭拍了岁月风云之上海皇帝 上海皇帝系列后来 还有电视剧 达摩祖师等 这一路过来也奠定了吕良伟传记一哥的地位 拍完破豪之后 吕良伟正式在电影圈站住了脚 而在一次宴会上 她遇到了邝美云 吕良伟和邝美云 在拍摄《小岛风云》的时候就认识 后来又有过一次合作 只不过两人都没有注意到对方 此时两人都已经三十多岁的人了 再次的相遇 让他们想起了过去那段奋斗的岁月 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了解 吕良伟和邝美云快就呼声好感 可是和上一段恋情不同 吕良伟是和周海美结婚后 才发觉双方并不合适 而与邝美云刚好相反 还没有在一起就天天争吵不断 在一起之后吵得更厉害 而邝美云思路也是不一般 她是犯其道而行 她跟吕良伟提议 不如我们结婚吧 可能婚后一切都不一样了 于是两人于1996年举行了婚礼 并将婚事办得盛世浩荡 而这一切都是由邝美云一手操办 可即使结了婚 两个人性格还是不合 邝美云虽然长得很有女人味 但性格却跟男孩子一样 吕良伟对邝美云有时候觉得 对方就像兄弟一样 这是他所不能接受的 因为当初并没有注册 所以这段婚姻最终维持了一年 两人就和平分手了 吕良伟和邝美云分手的时候 正好是97年金融危机波及香港的时间 而邝美云很幸运 因为这段感情带来的伤痛 让她无心在打理资产 在楼价跌到最低前 把自己房子净数抛售 侥幸地躲过了这一劫 但是吕良伟就不同了 她的股票房产一下子就变成了负资产 这一场风暴让她当时的身家严重缩税 甚至到了要破产的地步 虽然后来风暴过去 但是吕良伟的财产也受到了重创 再加上当时正处于香港电影的衰弱期 那段时间让她非常煎熬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叫做杨小娟的贵州姑娘出现了 吕良伟和杨小娟于1999年左右认识 后来于2001年奉子成婚 对于杨小娟的背景 在网上流传有不少版本 有人说她是老杨的后人 有人说她曾经只是一个打工妹 后来帮过人剪头发 之后去深圳打工开了个工厂 总之杨小娟和向华强夫妇 真子丹夫妇等人的交情都不浅 有人说吕良伟能翻身 就是因为靠的杨小娟 会顾吕良伟的过往人生 从一个富家子弟变成香港难民 不得不说她的成长经历颇为丰富 然而她所拥有的一切也并非全靠运气 在她那跌宕起伏的童年经历和演绎岁月里 吕良伟的那种苦时不愿 求时不卑的沉稳性格配得上所有好运 人哪里有永远的一帆风顺 只不过是看你躺在舒适圈时 有没有居安思危的准备 还有你跌落低谷时 有没有想要向上爬的勇气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告诉我你最喜欢的明星 说不定下一次视频就是他了 同时可以关注一下大嘴的Facebook 大嘴余记 更多精彩资讯 请在大嘴余记敬请关注哦